难评济公辞讯,真正的无敌 心中坦荡,无所忧虑,是真正的无敌 用欢喜的心去面对,就会获得欢喜的收场 人生路中很难完美 但你能以欢喜心去接受各种缺陷 用欢喜心去看缺陷 你当下就超越了那个缺陷 用欢喜心去看缺陷 在你的身心没有所谓的缺陷 你便是那个真,那个善,那个美 君子不弃,这句话 是告诉你涵养心量的道理 你要成为上天的公器,就得先涵养心量 量宽是也就宽,所学所用必然活泼通达 量宽从,心空,而来,心不空,难那物 上天要雕琢你成器,就会用各种的考验 练就你的慈悲,智慧与心性 把你棱棱角角的习性磨圆了 把你的人心磨平了 自信的本能就伸展出来 不是说,自信能生万法,吗? 当人心脱落了,天心自然流露 这个,不弃的本能 便,不思而得,不免而终 如此你才算是真正的,不弃 众生有很多,累,人情的拖累 欲望的拖累,无不层层束缚身心 东西够用就好,否则造成物累 对人的关爱要平等,否则造成情累 对事的付出要洒脱,否则造成心累 累来累去,累出轮回 岂可不胜心物与隐为 人生一场,不是缘便是债 该还就还,该报就报 在还与报当中 莫忘记善陪得,随缘宵夜 人生的这一场,才能善了善终